朋友们好啊 继续分享新版的十帅十说 我们昨天说 1974年12月26号晚上到 27日凌晨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 毛主席和周恩来摊牌了 但摊牌是摊牌了 毛主席明确的表示 总理还是总理 为了这个党 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毛主席明肯 背负着 913事件始作俑者的这个污名 他也 终于没有在政治上 清算周恩来 那么 面对着 这样一个周恩来自己 从来都不敢失望的结局 那么 他能不 一身轻松 心情很好 所以呢 也就才有了 十届二中全会上 周恩来要当众检讨的这一幕 明智的主席 不会同意 但是也要 做这出戏给毛主席看 所以呢 也就有了 半年以后 也就是1975年的六月份 周恩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1975年的六月份 经过了前前后后三次大的手术 周恩来 亲笔 自信 毛主席 在信里面 周恩来详尽的 向毛主席 汇报了自己的病情 以及 一个时期以来的治疗情况 说完自己之后 周恩来 在信中 力劝 毛主席 说是为人民 为世界人民 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恳请主席 及早治疗眼疾 就是毛主席那时候 有白内障 都已经激进失明了 那么说完这些以后 在信的末尾 周恩来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罪议会议到今天 整整四十年 德主席 尊尊善诱 而仍不断犯错 寻寻善诱 而仍不断犯错 甚至犯罪 真 愧悔无极 现在病中 反复回忆反省 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 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年6月16日 2020 这段话里的关键词 您听到了吗 40年 德主席 寻寻寻寻寻寻善用 尔仍不断犯错 甚至犯罪 甚至犯罪 真愧悔无极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我们敬爱的总理 犯了什么罪呢 在信里他写的甚至犯罪 他指的是什么呢 周恩来做的什么事 在此时的周恩来看来那是犯罪呢 我们回头看一看 延安整宗的时候 建国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上 那么在反省自己的革命生涯的时候呢 周恩来曾经承认过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错误 其中呢 包括一次他自己认为的犯罪 指的呢 就是30年代初 中央苏区 宁都会议是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 那么夺了毛主席的军权 最后会议决定由周恩来 取毛主席而代之 做了红军的总政委 周恩来当初 检讨自己这个事的时候 曾经写下这样一句 说宁都篡军为最高峰 那么以后几年里面 周恩来和博谷 张文天 这些人抱成一团 为共产国际 李德顾问 马首是瞻 而 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 这也是周恩来的原话 还有什么 反省起来 对赵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 我真无地自容 这都是周恩来反省自己宁都会议 他认为自己宁都篡军的时候 他写过的文字 那么周恩来称宁都篡军这件事 是他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个罪过也是周恩来自己认定的 你要说周恩来历史上 他自己承认的这个罪过 或者犯罪 宁都会议 宁都篡军 这是一次 但是呢 你再找找别的 你就找不着了 苏区之后 一直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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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到1975年6月份 他写信的时候 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罪呀 什么时候犯过什么罪呀 但是周恩来这封信里 他写的是什么呢 他写的是 尊义会议后的60年 那么他这个 他写的这个时间段啊 尊义会议到今天整整40年 这个时间段里是不包括宁都会议的 宁都会议是1932年10月份召开的 尊义会议是1935年1月份召开的 那么周恩来说的自己不断犯错 甚至犯罪 他是只从尊义会议 到今天整整40年 德主席尊尊善幼 这是这里面的内容里是不包括宁都会议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把宁都会议 周恩来自认为自己犯过罪的 这个宁都会议要是 排除的话 那么从尊义会议以后 周恩来又犯了什么罪呢 错误肯定是有 但是都够不上罪 比如抗战之初的时候 1938年王明从苏联回来了 在中共的南方局搞过一个时期的一切 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周恩来呢 见识迟 他自己说自己见识迟 又过分看中了王明的共产国际的背景 跟着跑了一段 但这顶多算是倾向性的错误啊 路线性错误都不算 何况他还是跟着人家走的 再有什么时候呢 再有就是1956年周恩来带头反暴禁 但是也谈不上是罪 当时批评他的时候 也是认为顶多也就是思想又轻 毛主席说他离右派不远了 还差30步 那你差一步他也不是右派 从那以后 你甚至连大一点的错误都很难找得着啊 大跃进期间 周恩来呢 是大跃进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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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 周恩来 周恩来是大跃进的干将之一 紧跟大跃进的路线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 那还是毛主席依靠的中奸和骨干 所以你翻遍历史 你查遍遵议会议以来的史料 你包括六大以来呀等等 中央做过的这些个决议 我们就找不到周恩来的什么大的错误 那就更谈不上找到他的所谓的犯罪的记录了 在什么事上周恩来又认为自己犯罪了呢 周恩来犯的是哪宗罪呢 嗯 接下来 又过了三个月四个月 一九七五年的十月二十号 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大手术 曾经有过一次 有过一个戏剧性的一幕 啊 临推进手术室之前 当时易建英啊 张春桥啊 汪中兴啊 这些中央领导都 对这个 目送着总理进手术室 嗯 都是他医疗组的这个领导成员们 而这个时候周恩来 忽然之间啊 包括还包括邓小平 忽然之间周恩来就 喊了一嗓子 他说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那个时候呢 这不是 毛主席 凭水火吗 批林批孔运动之后 还有过那一次 仅仅在这个 应该全国吹过风 但是呢 这个不像批林批孔运动那样 搞得那么普及 那么深入 就是毛主席 凭水火 所谓的批宋江 批投降派 把中议堂 把这个聚义堂 聚义厅改成中议堂 然后宋江投降了 就去打风辣 批投降派 那么当时呢 中央的领导班子内部 有一种声音 确实影射到了周恩来 说好像周恩来 搞不好 就是要做宋江 这个 是中共党内的 可能的投降派 有过这样的 没有形成过文字 也没有 在正式的会议上 有过什么 有过这样的表示 但是呢 确实是有过这样的 一种风声 给周恩来造成 比较大的压力 同时呢 这个 他早年的时候 三十年代初的时候 在上海坐地下的时候 那个 那个 五豪事件 五豪启示 又被拿出来 说过事 五豪启示 不就是说 当初登报吗 周恩来 脱离共产党 这是敌人 毛主席后来不说 这是国民党造的谣 所以周恩来呢 进手术室之前的时候 他是有过这样 面对 有过这样的背景 下的那样的 一种压力 所以呢 他进手术室之前的时候 可能也知道 自己来日无多了 甚至可以说是 用尽了 这个 这个 最后一点力气 喊出了这样的声音 让大家感觉到 很震惊 但是呢 邓颖 超很镇定 也可能老两口 商量好了 可能是 邓颖超 马上就跟汪东兴说 说东兴同志啊 你赶紧把恩来的话 向毛主席 做汇报 报告给毛主席 那么 六月份的时候 给毛主席写信 写信的时候 说自己 仍错误不断 甚至犯罪 非常之坦诚 向毛主席承认 几个月以后 进手术室之前 为什么 喊出了这一声 这被很多的反毛者 被很多右派们 公知大作文章 包括 这个周恩来 所谓 赚剧组的当初的 负责人之一的 高文谦 先生 写的晚年周恩来 说周恩来 这是最后一次抗争 什么 一土鸡院 等等 等等 周恩来是有过 这样的表示 我们觉得呢 这是人之将死 对于周恩来 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注重自己 晚节的人来说 有过 有这样的 举动 表现 当然是建立在 九一三事件 这样的一个 大的事件 前提下 我觉得呢 非常非常的 容易理解 这是周恩来 又一次向 毛主席 表达自己的 一片忠心 不过而已 说周恩来 是抗争 这就是有点 别有用心了 周恩来 没否认 几个月前 他给毛主席认的罪 呐喊 呐喊的时候 他没 没 没给自己翻案 是不是 他也没有提到 他跟自己 跟九一三事件 没有关系 当然了 政治家 是不可能 说的这么实的 是不是 忠于党 忠于人民 不是投降派 我觉得 周恩来 这么认定自己 我觉得 这是恰如其分 周恩来 致死 对于 共产党 对于 人民 对于 毛主席 应该说 周恩来 是忠心 不二的 尤其是 对毛主席 但是 这不能 因之就认定 周恩来 跟九一三事件 没有关系 或者说 不能因为 他忠于毛主席 忠于党 忠于人民 就说 他跟九一三事件 就把他和九一三事件 撇开 在毛主席那 也是这样子 毛主席从来不否认 周恩来 对自己的赤胆 忠心 但是 一码是一码 是不是 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 这件事 九一三事件 以后 到一九七四年年底 长沙之夜 应该说 到长沙之夜的时候 经过了九一三事件 七一年到七四年 七五年 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在如此诡异的关系中 毛主席和周恩来 结束了两个人 大半生的合作 1976年的 与周恩来 试试 尽管江青 是第一个 到达追悼会 现场的领导人 尽管江青 和邓颖超 两个人相拥而泣 悲莫悲惜 暂时 在周恩来的复告 和道词中 没有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以中共至高的 政治荣誉 在周恩来的复告 和道词中 没有认定周恩来 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913事件后的 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关系 我们就分享完了 从明天起 我们说一说林彪 和邓小平的关系 谢谢大家 我们说一说林彪 我们说一说林彪 是毛主席的关系 是毛主席的关系 是毛主席的关系